警方很快在楼顶水下发现了一具尸体 而这已经是近段时间发生的第二起命案了 这天 刑警李云带搭档江户生去剧院看话剧雷雨 话剧结束后 李云觉得饰演司缝的演员和自己的朋友赵梦很像 拉着江户生朝后台走去 江户 李云 对 是你吗 哇天哪 宝贝 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 你怎么在这啊 我来看戏啊 我看像你 我又不敢认 我就跑过来找一找 看戏的时候用的都是一米二 哦我说呢 哎呀我还没卸妆呢 没事我等你不着急 行你等我一会儿马上就过来 好你忙 赵梦坐下卸妆 却遭到陈姐的为难 说她今天演戏太拖沓 赵梦马上服软 表示自己以后会注意 陈丽这才放她一马 说明天拍新戏 让赵梦别迟到 赵梦和李云往外走 嘴里骂骂咧咧说着诅咒陈丽的话 刚走到走廊里 他俩就撞见剧院的台柱子前语 随后三人来到餐厅吃饭 赵梦对李云成为刑警有些意外 李云却早就想到赵梦会去做演员 毕竟赵梦小时候就爱演戏 赵梦却说自己现在处境艰难 刚还被陈丽为难 李云问赵梦 陈丽为什么这么豪横 赵梦说陈丽很有钱 剧院排练新戏的资金都是她拉来的 剧院马上要排练新话剧夜半歌声 赵梦把剧本拿给李云看 李云犯了烦剧本 问赵梦演什么角色 赵梦悲催着说自己演一半老徐娘 第一幕就被吊灯砸死了 说完赵梦又邀请李云和江湖生去看她排练 两人愉快地答应了 剧院里 赵梦顺利地完成了话剧排练 下台时却觉得自己演得不够好 要求之后再加练一遍 行了 下午就这么点时间 都排你一人了 我们是在这观摩学习的呀 陈姐 我们笨鸟先飞也有错啊 有私之之名是好事 可也不能让这么多的人陪着你飞呀 好歹有人陪着 就怕那些上了岁数的又飞不动的 真要是哪天让风给挂到哪儿去 都没人知道 你说什么呢你 两个女人互掐 让罗院长十分头疼 她打断两人说话 让陈丽和钱宇赶紧上台排练 为了缓和矛盾 钱宇上台前让员工黄大吉 去给大家买点水喝 黄大吉朝大门走去 正好碰上前来看招梦话剧排练的 李云和江沪生 看着台上的排练 江沪生询问起话剧的内容 二十年代的事 讲一个名演员叫宋丹萍 她和她的恋人如烟受一个坏人的嫉妒 使毒际将宋丹萍的脸毁容 然后又在如烟的家里放火 让宋丹萍以为如烟已经死了 宋丹萍从此被痛运去 躲在当年自己演出剧院的地下室 直到后来 去越来了一个长相酷似如烟的女演员蓝蝶 她又疯狂地爱上了人 她先是杀死了这个戏的女主角 又吊死了剧院的经理 这个时候如烟又出现在她面前了 她杀了仇人报了仇 最后和恋人殉情自尽 罗院长嫌弃陈丽演得不到位 陈丽却狡辩说这只是排练 真演的时候自己会投入的 这时候潜宇也指责陈丽演的不好 要求重新来一遍 陈丽听潜宇这么说 直接撂挑子不干走人 排练中断 工作人员都走光了 赵梦邀请李云和江护生到台上去玩 江护生上台后捡起地上的面具 戴在脸上四下查看 看到门口的罗院长是被吓了一跳 赵梦向罗院长介绍起李云和江护生 罗院长尴尬地表示刚才陈姐扒演 让两人见笑了 两人却失去的一笑了之 江护生队伍台上的网很感兴趣 罗院长说网代表格局外界 现在效果不明显 等到正式演出会有很好的效果 说话间一个实心的麻袋从楼顶掉落 幸亏江护生及时把罗院长推开 罗院长才没受伤 李云查看了看绑在麻袋上的麻绳 发现麻绳的断口处并无一样 罗院长为了感谢江护生 便热情邀请二人去食堂吃饭 黄大吉询问罗院长 晚上是否还要排练话剧 这时潜宇走进食堂 说陈丽的手机一直关机 到现在都找不着他人 员工楚祥与口无遮拦 让潜宇别太惯着陈丽 潜宇愤怒地想冲上去揍楚祥与 幸亏黄大吉及时拦住 厨师给潜宇端来餐盘 潜宇却在餐盘下发现一张纸 只剩写着如烟成了吊灯的垫底 大伙放下筷子一起去了剧院 可剧院里一片漆黑 并无一样 大吉怀疑是陈丽在装神弄鬼 罗院长生气到要真是陈丽做的 这次绝对要处理他 大家伙儿离开剧院 罗院长特意把剧院门给锁了 找不着陈丽 没法排练新剧 实在无聊 大家索性玩起了纸牌 可就在大家玩到兴头上时 剧院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显然 这是一桩蓄意谋杀案 警方勘察现场 发现死者的脸上有淤血和点状出血 猴头也有被勒过的痕迹 初步分析陈丽是被勒死的 而死亡时间大概是两到三个小时内 发现尸体是在九点钟左右 这么说 凶手应该是在晚上的六点到七点之间杀害了死者 然后在七点半之后的时间 把尸体搬到我台上 为什么肯定是在七点半以后 因为在七点半的时候 我们收到一封恐吓信 赶到这里 我台上什么也没有 吊灯还好好地挂在上面 这个女演员太豪横了 和剧院里所有人都对着干 结果很快领了盒饭 女演员陈丽被人谋杀 丈夫潜雨大怒问到底是谁干的 李云让潜雨稍安勿造 警方很快就能查清楚 致警师刘正也这么认为 谁干的谁心里清楚 总逃不出化妆间里这几个人 李云在小房间里给罗院长做笔录 案发时罗院长一个人在办公室 不过没人能为他证明 潜雨突然冲进房间 大骂罗院长是杀人犯 还提起当初罗院长的女儿 沙沙自杀的事 李云呵斥潜雨 让她别胡说 每个人都有杀人的嫌疑 说完 李云让一旁的警察 把潜雨拉了出去 而罗院长跌坐在椅子上 痛苦地用手捂住了脸 在警方的初步排查下 发现剧院大部分人 在六点到七点时 都没有不在场的证据 可剧场的门在七点半之后上锁了 这样看来能够把尸体一进去 又作案动机的只有罗院长一个人了 可罗院长整个下午都和李云他们在一起 七点之前没有作案时间 如果说是外来人干的 那也不可能 因为这么戏剧化的作案手法 剧院外的人想不出来 另外要遗失 剧院抬口两侧各有一个门 都从里面反锁了 也行不同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 一位同事给江户生拿了一个密封袋 里面装着一节鱼线 同事说鱼线是在台上的黑幕脚里找到的 江户生和李云联盟赶到现场 这次他们闻到了一股闻香味 经过勘查 他们又发现现场控制绳索的转轴被破坏了 而一旁的台岸上有闻香灰 联系到之前的鱼线 可以推断出凶手拿鱼线控制住卷轴 让他不能转动 然后拿闻香烧断鱼线 导致剑轴疯狂转动 这样吊灯也就掉下来了 掌握一些线索的江湖声 又向罗院长询问起罗院长去世女儿的事 罗院长说三年前 女儿莎莎和浅宇谈了两年多的恋爱 眼看订婚了 有一天莎莎却突然哭了回到家 说不能和浅宇结婚了 之后莎莎留下一书自杀了 并且正好死在了剧院舞台上 虽然莎莎的死看上去也和浅宇有关 但罗院长却没怪过浅宇 因为感情这种事很难说 莎莎选择自杀 只能说她心里承受能力太差了 不过罗院长为了排遣心里的痛苦 把自己的脸话毁容了 江湖声从罗院长办公室出来 又和李云去找了浅宇 浅宇承认自己和罗莎莎好过一段 不过那是以前的事 自从莎莎死了以后 罗院长就一直疑神疑鬼的 浅宇觉得陈丽肯定是罗院长杀的 罗莎莎自杀之前 你们已经订婚了是吧 那又怎么样 结了婚都可以再离啊 再说她自杀之前 我们俩早就分手了 你们不能算在我头上啊 浅宇指责李云和江湖声 是被罗院长萌了 还说按照剧本里的内容 下个目标肯定是她 可陈丽死了 浅宇也有屠材害命的嫌疑 毕竟陈丽有钱 浅宇却说陈丽在结婚前 早把财产转移到父亲名下了 另外她也没买什么意外保险 浅宇从她那捞不到任何好处 为了更客观地了解剧院所有人 江湖声主动请赵梦吃饭 希望她提供更多信息 浅宇开始说起 在赵梦的眼里 浅宇是个花花公子 不过虽然浅宇看见小姑娘就走不动道 但针炮上的却没听说过 江湖声突然要求赵梦说一说楚祥宇 赵梦只知道楚祥宇是江苏来的 和浅宇关系最好 不过两个月前 楚祥宇和浅宇大吵了一架 之后关系就很紧张 后来浅宇和黄大吉走得比较近 大吉这个人力一至上 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别人死活 但大吉胆子小 赵梦确定她不敢杀人 而罗莎莎 她是赵梦很好的朋友 以赵梦对莎莎的了解 莎莎很有演员天赋 她不相信莎莎会为爱寻短见 就在江湖声吵赵梦了解情况时 一个神秘人敲响了道具师的门 王大吉说自己知道 是凶手 并把凶手名字告诉了楚祥宇 楚祥宇让大吉别把这事说出去 因为有了这张王牌 他们就能把凶手捏在手心里 另一边法医老松在验尸室 有了一些新发现 江湖声得到通知 急忙赶往验尸房 老松告诉江湖声 说陈丽尸尸体僵硬的速度太快 陈丽死亡时上半身完全趴着 一只手臂伸到了头的前面 且发现时上半身已经全部僵硬了 僵硬到这种程度 至少需要两个小时以上 江湖声推断陈杰死亡时间是六点到七点 九点发现的尸体 时间上来说还算合理 但江湖声七点半时去剧院查看 并没发现尸体 且尸体如果被移动了 就会改变僵硬程度 这就存在矛盾点了 江湖声为谋杀暗盲的焦头烂额 剧院的墙上突然又多出来一张孔和纸条 上面写着剧院经理泡在水里 之后剧院男员工去澡堂洗澡 发现花洒喷出来的不是水而是血 江湖声联盟带人去剧院楼顶 果然在水箱里发现了剧院经理黄大吉的尸体 怎么样 检查过 尸体的大体死亡时间是凌晨一点到凌晨四点之间 死亡原因是和上一个死者一样 猴头也有被绳子累过的痕迹 另外 积水槽里的血是从他死后 被刺穿的喉咙和胸部的伤口流出来的 法医老宋认为这种虐实现象是凶手和死者有深仇大恨 才会这么做 而李云确觉得凶手画伤口是为了让却从水管流出来 让警方尽快找到尸体 这个剧院太恐怖了 先是女演员被人谋杀在舞台上 之后经理的尸体又批发陷在水箱里 刑警江湖声把剧院的人都留在化妆间 却突然发现员工楚祥宇不在 江湖声急忙带人去剧院 却发现舞台上依旧只有女演员陈丽死 纳致碎在舞台上的吊灯 他走到台上趴在地上抓了一把碎玻璃 在吊灯的玻璃碎片中发现了一些镜子碎片 通过这些镜子碎片 江湖声毛色顿开 一下明白了凶手的作案手法 案件侦破有进展 失踪的楚祥宇的尸体也很快被找到了 卢院长让人去收拾服装间 法医鉴定楚祥宇的死亡时间和黄大击差不多 而在发现楚祥宇的尸体前 服装间的门是锁着的 且服装间平时很少有人进 犯队分析这是肯定是剧院内部人干的 江湖声查看了楚祥宇的遗物 发现他的家门要是不见了 急忙前往楚祥宇家 想着凶手可能会在那里出现 江湖声猜得没错 凶手真的去了楚祥宇家 还在电视柜里一通翻找 就在凶手潜宇找到录像带时 江湖声将他一举抓获 就算被抓了 潜宇还是死不承认自己是凶手 他辨称陈丽死的那天下午 他一直和江湖声他们在一起打牌 没有作案时间 况且当时所有人都看到舞台上空无一人 台灯也是好好的 这是江湖声表示 当时所有人看到的只不过是虚像罢了 在魔术中 经常有用镜子 把人的身体的一部分或者大的部份 甚至是一通大像给变不见的镜 其实装置很简单 只需要用同样花色的布 把舞台的三面给围起 然后把要消失的东西放在镜子前 让镜子和舞台两侧的布 形成45度的夹角就行了 这样一个 映在镜子里的舞台两侧的幕布 从观众席的角度看 就像是舞台后面的幕布一样 而且深度和立体感都忠实地在现 所以 从观众席的角度看向舞台 镜子前的东西就好像消失了一样 如果凶手再用两面镜子 合成90度的微字形 摆在尘力的尸体前 镜子的断开处就不会很明显 要是再加上柱子和铁栅栏之类的修饰 那让尸体在大家面前消失 简直一如反掌 另外吊灯砸在尸体上 也不过是为了处理留在舞台上的镜子 吊灯使用了大量的玻璃 砸在舞台上 正好遮掩了镜子的碎片 为了让大家以为凶手是疯子在模仿剧本 前语又杀死了黄大吉和楚祥宇 可前语太心急了 急着去楚祥宇家里找要他命的东西 也就是那盒录像带 这才被江户生等人抓了现行 前语威胁说把录像带处理掉 否则不交代作案过程 江户生现场将录像带烧了 前语这才交代实情 原来前语从头到尾喜欢的只有罗莎莎一人 陈姐嫉妒莎莎的才华 又想得到前语 她在莎莎的水杯下药 把她米云 叫来黄大吉和楚祥宇 黄大吉把莎莎玷污了 而楚祥宇拿录像机把过程录了下来 莎莎受不了刺激 选择了自杀 自杀前莎莎给前语留了遗书 正是在那封遗书里 前语知道了世界的真相 前语恨死陈丽 楚祥宇和黄大吉三人 但陈相带还在他们手里 从此前语就选择伪装自己 她骗陈丽 自己已经在莎莎自杀前 就和莎莎分手 为了找到陈相带 她和陈丽好上了 还故意和黄大吉 楚祥宇走得很近 楚祥宇以为前语和她一样 是卑劣的人 把她带到家里喝酒聊天 还把莎莎被黄大吉 玷污的陈相带放给前语看 看着心爱的女人被糟蹋 前语心痛万分 但她还是强忍住愤怒 决定精心策划 把这三人弄死在舞台上 来祭奠杀杀 前语供出了实情 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连环凶杀案告破后 江沪生把物证录像带 交给了罗院长 罗院长毫不犹豫 把录像带丢进了海里 罗院长希望警方 让前语上台演一次 夜半歌声这部话剧 江沪生同意了 临上台前前语很紧张 赵梦站在她身后 拍了拍她的肩膀鼓励她 前语勇敢地朝台上走去 夜半歌声的演出 获得圆满成功 观众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爱让人失去理智 前语为了给挚爱报仇 精心设计谋害了三条人命 人生如戏 为爱痴狂 前语虽然痴情 但也可怜 触碰法律底线 等待她的僵使法律的制裁 这个女人天生励志 身材高挑 受无数男子群懒 平日里 也总因为工作效率高 受领导夸奖 连究极不多的房东大爷 都对她懂礼貌 实大体赞不绝口 可谁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 看着温柔美丽 天然无公害的女人 最后竟因为 嫉妒双手沾满鲜线 亲手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女人名叫小青 在A市一家 没啥名气的婚介所工作 这天 领导马姐让她把婚介所的 活招牌 IT经营男 胡小斌的资料找出来 介绍一个有钱的女经理 小青听到马姐 要把胡小斌介绍出去 突然情绪激动了起来 咬牙切齿的 满脸不情愿 仔细看过女经理的 个人资料后 突然发现 这个所谓的女经理 居然是小时候 和自己一起学舞蹈的 同学顾丽丽 但从前的顾丽丽 和自己没什么两样 在舞蹈班里 总是跳得最差的 还经常和自己 一块被老师 发到最后排练舞 没想到十几年没见 顾丽丽竟然摇身一变 成为了身价不菲的 大公司总经理 小青看到顾丽丽的资料 实在难以置信 忍不住猜测 这份资料的真实性 可妈姐又告诉小青 自己轻眼见到顾丽丽 平时经常开着一辆 迎灰色宝马 穿着打扮都很贵迹 总经理的身份 应该是真的 不过顾丽丽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离过婚 还带着一个 五岁的女儿独自生活 小青一听是离过婚的 又一脸不懈地觉得 顾丽丽的作风有问题 可尽管小青 再不情愿 也只是个打工的 不能明着拒绝领导的安排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 把顾丽丽加入了公司 为相亲客户们 举办的联谊会名单上 联谊会当天 小青早早地守在 联谊会所门口等顾丽丽 一见到顾丽丽 果真开着宝马来的 立马一脸讨好的 迎接这位 自己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等顾丽丽似乎 也不太喜欢小青 很快顺势甩开了小青的手 尴尬地和小青 简单地谈了谈 各自的现状 原来顾丽丽在 舞蹈学校毕业后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所以又继续考了成人本科 公司的总经理位置 没说几句 小青便亲切地 搂起顾丽丽的心 带她往联谊会所走 嘴上还不忘一个劲地夸 自己今天 给她介绍的相亲对象 多么多么优秀 顾丽丽也终于 卸下了一开始 见面的防备 真诚地和小青说 自己不在乎 相亲对象的条件 只要真心 对自己的女儿好就行 进了会所 小青大方得体地 将顾丽丽介绍给了 早已在会所 等候多时的胡小斌 没想到两人一见钟情 胡小斌也明确表示自己 可以接受顾丽丽离异 和她的五岁女儿 还用王妃和李亚鹏的年龄差 来安慰年龄略大些的顾丽丽 顾丽丽也被胡小斌的真诚打动 一场约会下来 两人相谈甚欢 而一旁看到两人 你浓我浓的小青 开始坐立不安 越看越焦急 眼神也从失望 变成了失落 领导马姐终于忍不住 走到小青身边 问她是不是喜欢胡小斌 可没想到第二天 小青竟然气势汹汹的 到胡小斌的公司找胡小斌 开口第一句话 居然是自己想她了 来看看她 原来小青不只是外人眼里 看到爱慕胡小斌那么简单 而是两人瞒着所有人 真的偷偷地交往过一段时间 但没多久就分手了 小青因为不想胡小斌 和顾丽丽真的在一起 所以这次专门来找胡小斌 试探性地和胡小斌说 自己重新给她介绍一个 比顾丽丽更好的相亲对象 而胡小斌却一脸幸福地说 顾丽丽就是自己最理想的结婚对象 而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小青 一颗关于爱恨的种子 终于在她的心里生根发芽 胡小斌这边 被小青不依不饶地缠着 顾丽丽那边 最近也被前夫张天明闹得心烦 原来自从陆天明得知顾丽丽 开始通过婚介所 在报纸上征婚的事情之后 一直担心两人胡缩的女儿 小敏以后被继父虐待 下定决心 重新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于是有一天 趁顾丽丽不注意 偷偷把女儿接回了自己家 顾丽丽发现后 气势汹汹地跑到张天明家 把她大吵一架 当晚便把女儿带回了家 但刚到家门口 突然就接到了一个熟人的电话 顾丽丽一个人 开着那辆明晃晃的银灰色宝马 来到了约定好见面的地方 可谁知刚下车 便被身后冒出了一个黑色深夜蒙韵 浑身被绑着 丢进了宝马车的后备箱 混乱中 只有顾丽丽的一只高跟鞋 掉在了现场 顾丽丽的妈妈 发现女儿一天两夜都没回家 手机也打不通 于是急中通地赶到公安局准备报案 派书所的警员陈敏 恰巧也是顾丽丽的朋友 在听顾妈妈说 最近女儿有可能谈了恋爱后 沉闷安慰顾妈妈 现在回家等等消息 说不定顾丽丽现在已经回到家了 顾妈妈心情被安抚了一点后 并听警察的话 再回家看看等等消息 可回到小区门口 便发现了门外桌上 女儿经常穿的一只高跟鞋 越发觉得事情不对劲 于是立即打电话 向公安局报了案 公安局的刘队 第一时间带着两名手下 赶到了顾丽丽家 一边安抚顾妈妈情绪 一边询问 顾丽丽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顾妈妈表示 顾丽丽平时人很好 宁肯自己吃亏 也从不会和朋友同事闹意见 应该没有得罪人 最近唯一闹得不愉快的 便是和她的前夫张天明 前几天 张天明还在飞碳时时间 突然来家里看孩子 此日 还瞒着他们 擅自把孩子从幼儿园接走了 两人为此吵了好几次 有对性人又立马来到 顾丽丽前夫张天明家 留下情况 但当警察问她 知不知道顾丽丽失踪两天的消息 张天明却表现得十分淡定 惠为然地说知道 一位顾妈妈 正门打过电话 给她问顾丽丽的行踪 另外她还说 自己和顾丽丽离婚后 出了孩子的事情 两人几乎没什么联系 但自己最近也听说了 顾丽丽在谈对象 还大张旗鼓地 在报纸上刊登了征婚解释 警方循着张天明提供的线索 来到了报纸上征婚的主办方 玫瑰婚建策 负责人马姐告诉警方 顾丽丽确实在自己公司办过征婚 公司还在前不久举办的 雀桥联谊会上 给她安排了一个 很优秀的相亲对象 IT精英吴小斌 于是警方又顺着已有线索 来到了吴小斌的公司了解情况 吴小斌大方承认 自己和顾丽丽在联谊会上一见钟情 此下里 她又约了一次顾丽丽出来吃饭 两人基本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自从前几天 顾丽丽给她发了一条 要去外地出差五六天的信息后 便神秘地仿佛失踪了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给她打电话 她的手机都显示关机 而且还令人纳闷的是 顾丽丽发给胡小斌的那条信息 居然错字连篇 出差的差写成了餐 需要的虚写成了虚 因为顾丽丽的学历是成人大学本科 还是公司真正有实力的总经理 所以根本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于是刘队和手下初步分析 发短信的人应该不是大学本科生 严格意义上来说 发短信的人不是顾丽丽本人 并且顾丽丽很有可能 已经生命垂危 因为如果是被单纯地绑架 那她家里人应该会收到敲诈电话 如果是被单纯地强奸 顾丽丽自己也会低于时间来报警 所以最后的情况就是 顾丽丽又被抢劫又被强奸 最后被奸杀了 而这个残忍的犯罪行业人 既然清楚地知道顾丽丽和胡小斌的关系 那就说明 她很有可能是既认识顾丽丽 又认识胡小斌的人 那么可能性最大的 就是玫瑰婚介所的人 说完刘队 立马又带着手下们 再次来到了婚介所 婚介所老板马姐透露 目前公司就自己和小白 还有小青三个人 小白是本地人 只高毕业 在公司已经干了三年 新来的小青 虽然刚到公司才三个月 舞蹈班子出身 身材好 又漂亮又很机灵能干 前不久 还把胡小斌和顾丽丽 撮合成功了 听到这儿 刘队立刻给身边的手下 使了个眼色 手下便心领神会的 来找正在马姐办公室外 办公的小青 进一步了解情况 顾丽丽 有印象吗 顾丽丽 当然有啊 她年轻漂亮 还是个女老板 那个胡小斌啊 还是个研究生 两个人一排即合 怎么着 你喜欢她 不敢不敢不敢 你有他们的电话吗 有啊 他们来登记的时候 什么地址啊 电话都写过了 但是我们要替客人保密 如果你们需要 我会提供给你的 好 这样 你给我一份 他们的资料 好吗 行 经过对婚介所 三个人深入的调查 刘队发现老板马俭 一看就是怕警察 耽误自己生意的人 这种人不会冒太大的风险 做违法的事情 员工小白 从头到尾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根本不在意警察 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走 从头到尾镇定自若 从不像干了亏心事 唯独小青 从头到尾 疑神疑鬼 而且小青死也比较多 有点可疑 这边警察刚回到公安局 刘队姐接到了 胡小斌的电话 说小青最近 在向她打听 顾莉莉的消息 幻音刚落 警局又收到了 一个神秘的电话 此后便立即 赶到了郊外 一个荒凉的河边 原来有人在这个河边 发现了一具女尸 而尸体 居然就是 前不久失踪的顾莉莉 警方立刻召开 警局会议 根据顾莉莉的死亡报告显示 死因为窒息 但顾莉莉的 银灰色宝马 所以初步判断是谋财害命 于是刘队便提议 来个敲山震虎 故意制造社会恐慌 让犯罪嫌疑人 自乱阵脚 然后好将凶手 在案发现场 缉拿归案 首先警方让新闻 大肆报道 顾莉莉被他杀的事实 然后再加派人手 在案发现场守住待兔 果不其然 没多久 案发现场 真的来了一辆可疑的车 车上下来 一个身穿黑色衣服 带着墨见的男人 只见这个男人 慢悠悠地走在 这次确认墨见男的可疑信口 警方立即将其抓捕 带回了警局 可没想到 这名可疑男子 居然是顾莉莉的前夫张天明 张天明之所以 一个人去案发现场 只是因为单纯的思念顾莉莉 想早点抓到 杀害顾莉莉的凶手 所以便一个人去案发现场 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很明显 张天明没有杀人动机 警方之前的一切努力 都富之东流 那么杀害顾莉莉的凶手 到底是谁呢 就在这时 手下突然向刘队报告 顾莉莉的宝马车 终于被县城的公安局找到了 还成功地拍到了 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而犯罪嫌疑人 居然刚好就是 小青的男朋友小琪 于是刘队大胆推测 顾莉莉的子和小青 也脱不了关系 接着立即安排人 开始跟踪小青 从小青身边入手 寻找小琪的行踪 并再次让媒体大肆报道 全市通缉犯罪嫌疑人小琪 没多巧 小青也知道了 小青成了全市重点通缉对象 而这使得她 内情又再次萌生了一个 罪恶的毒杀计划 这天她匆匆忙忙地下班 在公司附近的小卖部 买了一堆吃的后 立即打了一辆出租车 静止回到了 自己平时住的出租屋 一到家 就看到了男朋友小青 在大口吃肉喝酒 所有的真相 在这一刻终于揭开 原来 杀害顾莉莉的凶手 真的是小青和她男朋友小青 小青到家泡了个澡后 便妩媚地怂恿小青也去洗个澡 两人好亲热亲热 小青心里全是小青 她这辈子也只爱眼前的这个女人 所以并没有察觉到小青的异样 二话不说 屁颠屁颠地去洗澡 趁着小青洗澡的功夫 小青无情地 朝小青喝的酒杯里 下了一包毒药 等小青洗完澡 小青便主动邀请小青 喝起了浇杯酒 两人刚上床没热乎多久 小青体内毒药的毒性终于发作 转身便滚下床 表情痛苦地口吐白沫 而此时床上衣衫不整的小青 却得意地笑了 小青确认小青死了之后 立即收拾好行李 可就在拉窗帘准备跑路的时候 发现了在楼下 蹲点跟踪自己的警察 小青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立刻加快步伐 拉着行李箱赶到了天台上 翻到了 隔壁邻居家的阳台上 再从邻居家后门 打了个出租车 成功逃走 而此时楼下蹲点的警察 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在小青房东的带领下 来到了小青的房间 刚打开房间的衣柜 便发现了口吐白沫的 早已没了呼吸的小齐 于是刘队立刻在手下 赶到了女主可能来的车站 准备围追小青 可找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小青的踪影 原来小青从家里逃走后 并没有立即前往车站 还是找了一家偏僻的旅馆 悄悄地住了下来 警方没有在车站抓到小青 便再次加大搜查力度 通过媒体散播小青的照片 诠释通缉小青 便呼吁群众举报 而小青的新房东 一对老夫妻 刚好在新闻报道中 看到小青的照片 两人都觉得小青 和警方通报的杀人凶手很像 立刻打110 向警方举报了小青的行踪 留队一行人接到举报后 马上往大爷大妈家里赶 可就在这时 小青似乎察觉到了 大爷大妈的意样 于是再次收拾好行李准备逃 大爷大妈发现后 三人争执了起来 拉扯之下 小青把两个老人推倒后 就往门外跑 架巧碰到了前来抓他的警察 小青还是不放弃 掉头继续跑 可天网灰灰 罪贺永远战胜不了正义 小青最终 还是被成功缉拿归案 审讯室里 小青一脸不屑地坐在椅子上 手里不时地把玩着手上的手铐 在房间微弱灯光的照耀下 小青俊俏的脸庞 似乎显得格外妩媚 但他似乎并不觉得 自己有任何的错 在要求警察给他一根烟后 终于开始慢慢坦白 原来小青一直觉得 自己快三十岁了 却到现在还是一无所有 曾经还天真的幻想过 自己开豪车住洋房的场景 但最令他气不过的 原本和他一样条件的顾丽丽 凭什么现在混得风生水起 有车有房有孩子 连他一心想叛的高知胡小兵 都对顾丽丽一见钟情 但让胡小兵和他交往 却觉得丢脸 甚至两人从在一起到分手 胡小兵都不愿意告诉任何人 并且当他舔着脸 要和胡小兵复合的时候 换回的却是胡小兵那句 顾丽丽才是他最理想的结婚对象 那么顾丽丽便成了 小青最大也最恨的敌人 于是小青就逼着男友小齐 一起合谋杀了顾丽丽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嫉妒的危害可大可小 而当一个人开始嫉妒别人的时候 其实更应该反思的是自己 如果自己更努力一点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或许对所有人 都是另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个女大学生在酒店里 摆着妖娆的姿势拍照 旁边的农民工 看得早就垂涎三尺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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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 不不不 是不是你那些工友让你来的 不不不 是 你啊 千万别被他们带坏了 本来说好的嘛 我和卫婷他们睡在这里 你过来干嘛 我 我马走 马走 虽然男人没能抱的美人归 但这次肌肤 接触让她的心 更加蠢蠢欲动了 女孩叫简晓玲 是一名女大学生 这天 她失魂落魄的来到江边 回想着和男朋友潘玉 从相恋到吵架 分手的种种场景 当初 潘玉就是在这里 对她表白的 可是两人在一起没多久 潘玉就对简晓玲 爱搭不理了 为此简晓玲 经常和她吵架 就是在同学面前 也不给她留面子 最终受购的潘玉 便提出了分手 想到这里 伤心的简晓玲 将潘玉送她的手链 扔到了江水里 没想到江水太急 简晓玲一下没站稳 摔倒在了江水里 在江边干活的 农民工李华 和两个工友发现后 急忙跑过去 将她救了上来 李华还以为简晓玲 是想不开要跳枪自杀 简晓玲一听 扑呲笑了起来 你以为我想自杀呀 我才没那么傻呢 这一笑 让一直单身的李华动了心 看到浑身湿透的简晓玲 动力有些发抖 李华急忙拿了 自己的外套给她披上 并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 简晓玲一听 也笑着答应了 工友们一看就明白了 李华的心思 都在身后笑着打趣她 没多久 两人就来到了简晓玲的学校 李华看着又宽敞又气派的学校 满眼都是羡慕 这也让作为农民工的她有些惭愧 当她询问简晓玲 是不是这里的大学生时 简晓玲却骗了她 说自己是食堂打工的 都是打工人 李华觉得两人的距离又拉近了 分开时 简晓玲还主动将自己的电话号码 告诉了李华 这让李华不禁喜笑颜开 虽然和民工李华的偶遇 让处在失恋郁闷期的简晓玲 心情好了许多 但她根本就没打算和李华 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她只是觉得 走出大学校园和李华 这样的人交朋友 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于是 过了几天 好奇的她把洗好的衣服 送到了李华的工地 李华没有想到 简晓玲竟然会主动来找她 这让一直单身的她 心里不免产生了幻想 可是她又担心简晓玲会看不上她 所以一直犹犹豫 不敢给小玲打电话 在工友的怂恿下 李华终于给简晓玲打去了电话 而简晓玲也早就猜到 李华会打电话约她 她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李华的邀约 主动提出去游乐场玩 李华因为和简晓玲 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感到开心 而简晓玲和石油也未找到了 一个饭条感到高兴 就这样 掩埋了自己身份的简晓玲 不自觉地和李华走到了一起 天真好玩的她 虽然不会喜欢上老实的李华 但这个处处殷勤 毕恭毕敬的建筑工人 却让简晓玲很自然地找到了 男朋友身上从没有的顺从 另一边 从没有交过女朋友的李华 尽管平日里节衣缩食 都只能勉强度日 但如今面对青春靓丽的简晓玲 她将自己的牢底全部翻了出来 为了尽快得到简晓玲的欢心 李华倾其所有 而此刻天天打着约会的幌子 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的简晓玲 认为在这个暑期 自己开始了一场最美妙最有趣的爱情游戏 这天 李华买了一个小鸟的玩具 想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简晓玲 工友见了 不禁嘲笑起她来 这种东西哄小孩还差不多 哪能送给女朋友 李华一听 也开始发愁了 一位公友劝她 现在想要讨老婆 必须要花点血本 这个女孩实在太有心机了 表面上是一个清纯漂亮的女大学生 竟然为了找个饭票和农民工玩起了暧昧 当农民工提出要带她见父母时 女孩却又翻脸不认人 女孩殊不知自己的这一作死行为 马上就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和简晓玲相逐几天下来 李华早就囊中羞涩 现在她只能向工友借钱 来给简晓玲买生日礼物了 简晓玲生日这天 李华和摄友一起在饭店给她庆祝 当李华拿出玩具小鸟送给简晓玲时 简晓玲一下黑了脸 连摄友也嫌弃李华的礼物 可当李华又拿出一个新款手机时 简晓玲顿时笑开了花 她和所有都觉得李华又傻又好欺负 简晓玲一起笑着捉弄李华 柯老师的李华还为自己可以融入他们感到开心 吃过饭 简晓玲在酒店拿着新手机拍照 李华坐在一边 看着眼前这个年轻漂亮 身材娇好的姑娘 常年单身的她 不禁响入飞飞 她站起身 直接将简晓玲扑在床上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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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 不 是不是你那些工友让你来的 不 你啊 虽然李华没能得逞 可第一次搂着女孩的感觉 还是让她兴奋了一个晚上 这天后 李华相信只要自己对简晓玲好 只要对方肯用自己的钱 就代表她喜欢自己 代表她总有一天能够得到简晓玲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存款所剩无几的李华 为了约会常常是四处借债 东拼西凑来满足简晓玲和她的朋友 在简晓玲惊讶于一个农民工 如此大方和顺从的同时 虚荣心也愈发地膨胀 她在这场看似美妙的爱情游戏中 越陷越深 但谁也没有料到 在暑假快要结束时 终于出事了 这天 李华将简晓玲单独约了出来 她将家里祖传的玉琢送给了简晓玲 还说已经将他们两个的事情 跟父母说了 想要中秋节时带简晓玲回老家 让父母见一见 这让简晓玲十分意外 她开始担心 事情会变得不受她控制 于是变何时 又商量该怎么摆脱李华 他们知道李华是个死脑筋 肯定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简晓玲根本不喜欢她 需要找一个很好的理由才可以 于是时候又给简晓玲出了一个主意 简晓玲打电话将李华约了出来 她把镯子还给了李华 然后以两人性格不合为由提出分手 这让本来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李华瞬间崩溃 尖晓玲的分手告白把李华打懵了 想到自己几个月来处心激励 倾其所有的付出 想到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情感 全部释放在简晓玲身上 如今却血本无归 李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在她一遍又一遍拨打简晓玲的电话 却毫无反应后 伤心欲觉得她只好跑到大学食堂去找人 在打提到食堂查无此人的消息时 一个可怕的答案在心中滋生 难道自己受骗了 难道几个月来 自己倾其所有的付出是被人玩弄了 为了搞清楚士气的真相 李华天天守在简晓玲的必经之路上 决心要把简晓玲找到 为此她已经好几天没上班了 包工头找她时 都是工友在替她顶着 不想放弃的 李华再次拨通了简晓玲宿舍的电话 可简晓玲他们根本就不敢接 工友让李华用她的电话打打试试 一看号码不是李华的 简晓玲才放心的接了电话 听到简晓玲的声音 李华情绪立马激动起来 李华的凶狠直接把简晓玲吓哭了 朋友让她赶紧把李华买的东西还回去 可李华买的手机和MP3已经被简晓玲梦丢了 给她的钱也早就花完了 简晓玲现在还只是个学生 没有收入 她也不敢将士气告诉爸妈 眼下只能等着把钱凑齐了再还给李华 这天李华终于在公交站找到了简晓玲 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 把老实人惹急了又会是什么后果 面对这个男人不断的拳打脚踢和言语侮辱 老实的农民工终于忍受不了 举起了手里的刀 李华紧紧抓住简晓玲的胳膊 只问她是不是个骗子 当简晓玲告诉她自己其实是学校里的大学生时 李华一下愣在那里 她万万没有想到简晓玲竟然真的是一个大学生 那一刻她彻底明白 从一开始简晓玲就是在欺骗自己 这一场自己失落珍宝的爱情 事实上是简晓玲蓄意玩弄自己的骗局 李华愤怒至极 她发誓一定要让简晓玲对自己的欺骗和玩弄做出补偿 眼看就要开学了 简晓玲知道李华在发疯一样的寻找自己 整天魂不守舍 此刻她终于意识到 几周前还在暗自得意的美妙游戏 已经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危险游戏 就在简晓玲整天为李华的事情担惊受怕 不知所措时 潘宇就回来让她抓住了救命稻草 两人很快和好如初 简晓玲希望潘宇能够出面制止李华对自己的疯狂纠缠 为了在女朋友面前展现威风 向来好事的潘宇 找来一帮兄弟 准备好好教训李华一顿 潘宇找到正在校园里寻找简晓玲的李华 以自己知道简晓玲在哪为由 将李华骗到一处隐蔽的地方 然后事先葬好的几人直接对李华一顿拳打脚踢 是不是疯了 就你那德性 简晓玲会喜欢你 老实跟你说 今天就是简晓玲让我的救出 以后你让我再见到 我见一次 我打一次 被打后的李华带着满腔怒气回到了工地宿舍 他从柜子里面找出一把刀 打算在此找简晓玲和潘宇报仇 工友见状联盟从他手里夺过刀 阻止了他 为了简晓玲 李华已经出了不少事 现在还因为半个月末建功 被包空头开除了 工友们劝说他 可不能再为这个女人出什么事情了 李华崩溃大哭 难道就要白白被简晓玲他们欺负吗 工友们也淹不下这口气 他们决定去学校找校领导告状 第二天 工友陪着李华把事情闹到了学校 校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一方面安抚李华 另一方面严厉处分和批评了简晓玲和潘宇 并责令他们先机赔偿李华的经济损失和承担李华的医疗费用 好事的潘宇对老师的处分怀恨在心 但自知理会的简晓玲不想把事情闹大 好说歹说 终于说通了潘宇 几天以后 简晓玲打电话叫出了李华 他先赔付了李华一部分医疗费 并承诺剩下的钱 会在一个月之内还给李华 可是潘宇却不肯罢休 他再次用言语侮辱李华 想赶紧西式名人的简晓玲劝阻潘宇 潘宇便连他也一起骂 简晓玲我告诉你 我开场真以为他缠着你 没想到 你俩真有一头 我不想跟你吵 那他在学校我就早想说 开始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我才是受害者 你搞什么暧昧 你再搞也别搞这副熊样 没想到潘宇的这番话 让李华再次对简晓玲抱起了幻想 潘宇再次嘲笑了李华的一响天开 他告诉李华 简晓玲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 他骗的只是李华的钱 潘宇将钱丢在李华的脸上 随后拉着简晓玲准备离开 被羞辱的李华再也无法继续忍受 他上前和潘宇四打起来 可身高和体型的差距 让李华很快被打倒在地 面对潘宇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和挑衅 冲动的李华掏出了那把刀 他冲上前去 一刀捅在了潘宇的背上 受伤的潘宇挣扎着逃跑 可是李华却紧追不舍 最终无路可逃的潘宇又被李华连捅束刀 差点命葬当场 一场不等式的爱情最终血型收场 喜欢简晓玲的两个人 一个被送进监狱 一个被送进了医院 潘宇虽然抱住了性命 但却永远地离开了简晓玲 无知虚荣的简晓玲悔恨之语 终要为这场危险游戏付出沉重的代价 妈的妈跟女人玩成人命来了 你他妈的拿着老子那么多钱 结果干这种结果来 人都已经死了 你还在这里婆婆妈妈呢 你还是不是男人 打我吧 我现在又去报警 看谁死得比就难看 怕了吧 怕了吧 想个办法 去弄个箱子来 把它装进去 往江里面一扔 谁知道是谁干的 这个狠心的女人叫鲁玉 第二天她就没事人一样 踏上了回家的客车 回到家后 父亲热情地叫她吃饭 这时出去买醋的母亲也回来了 但看到鲁玉却并没有丝毫高兴 只是冷冷地应了一声 接着母亲坐了下来 一边吃着饭 一边开着鲁玉 问她怎么自己回来 妹妹卢小玉去哪了 卢玉表示 自己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可母亲不信 偏让她再说一遍 原来 那天小玉来市里找卢玉 但由于自己住的地方小 只能将小玉安排在了宾馆 随后卢玉就要带她出去吃饭 可没想到小玉却将自己打扮成了一副小太美的模样 两人吃完饭 卢玉就打算回去了 可小玉却想要去舞厅玩玩 卢玉懊不够她 只好同意了 小玉来到舞厅瞬间就嗨了起来 卢玉很快就找不到她了 经过几番寻找 她终于在一个男人怀里找到了小玉 卢玉生气地给了小玉一个耳光 然后拉着小玉就走了 但临走前 那个男人给了小玉一张名片 回到宾馆 卢玉将小玉呵斥了一顿 小玉却反过来指责她 说她断了自己的心图 并表示 那个男人是一个影视大老板 说她长得漂亮 不惧影视圈发展 简直就是浪费了 卢玉告诉她 这都是骗人的 可小玉却不相信 第二天 卢玉给小玉留了一些钱 她就去上班了 可中午回来的时候 小玉却不在宾馆 只是留下了个字条 说是去找那个影视老板了 卢玉慌忙地给小玉打通了电话 小玉让卢玉不要管她了 等到她出人头地之后就回去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母亲听完 根本不相信小玉会做出这种事 她将一切罪过都推在了卢玉身上 一边骂还一边动起手来 卢玉忍无可忍反抗起来 报告了没有 就你知道宠她 就是她怪她 她有今天都是你怪的 你宠的知道吗 只要我找到她的腿上 她愿意走 怎么都怪我呢 她自己要跟我来的 又不是我带她来的 也要怪我吗 说到 从小到大 错的都是我 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因为她是你亲身的 是不是 爸 你倒是说句公道话呀 我总是你亲身的吧 怎么从小到大 我就要受他们俩这个欺负的 说完 独于气愤地拿着行李离开了 第二天 几个男人在江边钓鱼 却发现江面上 飘来一个大大的行李箱 几人连忙打捞上来 打开一看 却是一具赤裸的女尸 很快警方赶到了现场 看到如此年轻的女孩被残害 警员们无不感到悲痛 随后警方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经法医初步检验 死者是20岁左右 死亡时间在40个小时之上 波士地点大约在江上游30公里处 随后周队下令 通过各个渠道 先调查死者的身份 可经过一番调查 却没查出死者任何信息 这个筹坏了周队 这时法医过来 带来了具体的尸检报告 死者年龄在18岁左右 处女膜破裂 死前有性行为 胃内有安眠药成分 身上有几束抓痕 颈部有掐痕 属于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在40小时前 此外死者生前应该比较时尚 身上有耳洞和穿高跟鞋的痕迹 并涂有很浓的指甲油 法医离开后 警员小陈 法医死者可能是三陪女 因为室内最近出现了几起 截杀三陪女的案子 周队觉得不一定 但还是让警员 先从娱乐场所查起 曾两人调查了一天 也没有收获 随后法医又告诉周队 在死者的指甲缝里 找到了一些皮肉碎屑 但左右两手的指甲缝中的皮肉组织 却不属于同一个人 通过技术对比分析 这些皮肉组织也不是他自己的 周队就此分析 死者在案发前 曾和至少两个人发生过肢体冲突 为了尽快查到死者身份 警方向各单位发送了协查通报 但仍然是城大海 没有回应 为此周队专门组织了 一个小组会议 希望可以集思广益 尽快查到死者身份 于今小华表示 其他地区有些案件 就是通过重金宣赏 找到了线索 他们也可以效仿 利用媒体发布宣赏通告 请群众提供线索 通过讨论 周队决定就按小华说的办 很快他们的宣赏新闻就上了电视 仅仅高达三万元 这件事瞬间将市民们的热情 调动了起来 纷纷向警方提供线索 希望可以从中捞点赏金 这反而筹坏了警方 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可大多数人都是冲着奖金去的 提供的线索也都没有什么价值 为此小华感到很内疚 感觉自己出了一个馊主意 周队让他不要气馁 这么多人打电话来 一定会有人能提供到有用的信息 皇天不负有心人 警方终于收到了一条有用的信息 周队立即带人找到了 这个提供线索的女孩 这个女孩叫小慧 是一家宾馆的前台 他表示他见过死者 周队拿出死者的照片让他辨认 他一眼就认出了死者 他曾在宾馆见过死者 和一个女孩出入 随后 周队便带着小慧 去往了宾馆查看 小慧来到宾馆 通过系统查出 他遇到的两个人 一个叫鲁玉 一个叫鲁小玉 是姐妹俩 当时住在7008号房间 周队让他将这份资料 答应了一份 接着竟然又来到了监控室 看了一下两人入住 当天的监控录像 监控中显示 姐妹俩住进去没多久 一个红衣男人就跟了过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 男人拉着一个行李箱 离开了宾馆 周队让小慧帮忙 将录像固执一盘 才离开了宾馆 很快 警方找到了鲁玉 并将其带走了 审讯室内 鲁玉装傻充愣不愿交代 将给父母说的话 又给警方说了一遍 可警方可不是那么好骗的 周队问他手上的伤怎么回事 他直言是为小玉抓伤的 他曾劝小玉不要理会那个影视老板 小玉不听法而及了 就抓了他两下 小陈问他 那个红衣男是谁 他却表示不知道 当周队拿出宾馆的监控时 鲁玉害怕地哭了起来 赶紧交代了一切 鲁玉有两重身份 白天是外贸公司的小职员 晚上 却又是叶总会里的公关主任 说白了 就是给那些有钱人介绍小姐的 几个月前 他认识了南方富商图大海 图大海突然请他吃饭 说是有件事请他帮忙 所以他希望鲁玉 能够帮他找个黄花闺女 鲁玉明白了他的要求 表示一定给他找个漂亮 鲁玉问胡大海能给什么好处 胡大海一伸手表示给五万 胡大海明白他的意思 一拍桌子折击给十万 两人就这样一拍几个 鲁玉找了两个月 也没有找到符合胡大海要求的 就算是有符合的人家也不肯干 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可说来也巧 那天小玉和鲁玉 两人刚吃完饭 却恰巧遇到了胡大海 胡大海连忙过来和鲁玉打招呼 得知旁边的女孩是鲁玉的妹妹 她又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便拉住小玉的手 看松开 小玉生气地离开了 而胡大海却拉住了鲁玉 告诉他小玉就是最佳人权 鲁玉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让他不要妄想 专身离开了 可胡大海却聊有深意地笑了笑 鲁玉表示 胡大海心机深 他看到鲁玉不答应 就找了个机会 偷偷给他下了安眠药 并拍了裸照 还威胁他要把裸照放到网上去 鲁玉没有办法再答应他的要求 那天 在宾馆里 鲁玉洗完澡后 又催促小玉也赶紧去洗 看到小玉进了洗澡间 鲁玉便倒了一杯牛奶 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杯安眠药 偷偷地倒入了牛奶中 又搅了搅 放在桌子上 等着小玉出来 等小玉洗完澡 鲁玉就将牛奶端给了小玉 小玉也没多心 就喝了下去 没多脚 小玉就昏睡过去 鲁玉试探地叫了小玉几声 见他没有动静 便给胡大海打去了电话 胡大海见到了小玉 忍不住了扑过去 可事情进行了一半 小玉却突然醒了 发现胡大海的行为 便开始挣扎着大喊大叫 胡大海赶紧将他按住 这时鲁玉也过来劝说小玉 可小玉就是听不进去 脸上呼喊救命 胡大海赶紧用枕头捂住小玉 不让他发出声来 没过多久小玉就没了动静 两人拿开枕头一看 小玉已经死了 两人立马慌了 胡大海想了想 决定出去找个箱子 将小玉的尸体运出来挖掉 他让鲁玉留下来等着 他则出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 胡大海带着一个大行李箱回来了 将小玉装进箱子里 他又告诉鲁玉 让他对家里人说 小玉跟一个香港老板跑了 等事情稳定后 他会安排鲁玉去国外 到时候就算警察查到了 也找不到他们了 胡大海说完 就拉着行李箱去处理尸体了 等警察问起胡大海的藏身之地时 鲁玉却表示他也不清楚 随后警方通过调查 查到胡大海加入佛山 有多家企业 出事后 他变卖了所有资产 给妻子孩子留了一千万 自己逃走了 根据佛山警方传来的信息 胡大海很可能逃亡了深圳 很快周队几人赶往了深圳 并查出了胡大海 在深圳还有一个女人 根据所掌握的信息 几人很快找到了胡大海 并顺利将其抓获 审讯室里 胡大海还想再狡辩几句 周队直接告诉他 鲁玉已经交代了一切 我这次真是杀了他的鬼当了 要那么简单吗 你几岁他几岁 他凭什么把他的妹妹 送到你的手上 他妹妹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是他妹妹 我还以为是他手上新来的小姐呢 原来 有一次胡大海去叶总会消钱 和朋友谈话间聊起了处女 他表示 现在找个漂亮的处女实在太难了 可鲁玉却主动提出 只要他肯出钱 这事还可以搞定 直播价钱可不便宜 胡大海一听 表示钱不是问题 说着还从包里拿出一万块钱来 给鲁玉当做小费 事成之后 他会再给鲁玉十万的辛苦费 过了段时间 鲁玉给胡大海打电话 说已经帮他找好了人 让他看看是否合适 胡大海看见小玉后 很是满意 晚上胡大海在房间里焦急地等着 鲁玉却打来电话 趁机涨价 要求二十万 立马帮胡大海搞定 胡大海也不在乎这二十三十的 就一口答应下来 等他要求事后 小玉能跟他一段时间 鲁玉当然是没问题 让胡大海放心好了 接着 他便将自己的计划说了说 他会先给小玉下点安眠药 等他睡下后 再让胡大海过去 等小玉醒来后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他再劝劝小玉 保证没问题 挂电话前 鲁玉要求胡大海先给他转钱 胡大海满不在乎地答应了 没过多久 鲁玉就给胡大海打来的电话 让他去7008旁见 胡大海兴匆匆地 带到了房间 看到小玉已经睡着了 实在太美了 我都有点不大人心了 别假惺惺了 猫看到鱼哪有不流口水的 胡大海有些担心 他把小玉醒来会报警 鲁玉告诉他 他会为胡大海作证 证明小玉是自怨 胡大海这才放心下来 可没想到中途小玉醒了 并有激烈的反抗 鲁玉过来劝说小玉 希望他能顺从 胡大海也保证 以后会对小玉好的 可小玉就是不听 依旧大喊大叫 鲁玉见状上来给了他一个耳光 小玉有了一个短暂的平静 又开始了更激烈的叫喊 鲁玉却直接上去 掐住了小玉的脖子 胡大海也捂住他的嘴 不让他发出声来 没多久 两人发现小玉竟然已经死了 而且鲁玉还威胁胡大海 让他乖乖听话 忽然就去报警 看看到时候谁死得更难看 胡大海看到鲁玉疯狂的样子 没敢出声 接着鲁玉让他去弄个箱子 把尸体装起来运走 然后往家里一扔 谁知道是谁干的 胡大海只能听了鲁玉的话 偷偷将尸体运了出去 然后开车到了江边 将箱子扔进了水里 然后胡大海就逃去了深圳 通过对两人的审问 很显然两人都在避重就轻 将责任都推到了对方身上 因此 周队下令 调查一下鲁玉家里的情况再说 很快调查结果 就到了周队的手里 周队立即对鲁玉 进行了二次审问 问他一共拿了胡大海多少钱 鲁玉坦白是二十万 周队不明白 既然鲁玉是被胡大海拍了裸照 被强迫着做出出卖妹妹的事 那胡大海为什么还会再给他钱呢 鲁玉解释 胡大海很有钱 虽然有自己的把柄 但辛苦费他还是会给的 至于为什么他也不清楚 周队显然不信 要问他在夜总会上班的事 父母知道吗 鲁玉摇了摇头 当问他小玉知不知道时 鲁玉点了一下头 又慌忙摇头 看鲁玉有些触动 周队让他将心里话说出来 鲁玉终于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他从小就不受后妈待见 和妹妹出去玩 妹妹扭到脚 是自己背着她回来 可母亲却不由分说 对自己就是一顿毒打 嫌自己没有照顾好妹妹 在这个家里 他从来没感受过温暖 长大后 鲁玉想混出点名堂 来到了夜总会上班 可却又意外地遇到了小玉的同学 虽然他再三解释 自己在这儿只是负责管理工作 可同学根本不信 并且回去就告诉了小玉 小玉算是抓住了她的把柄 经常威胁她 让她给自己买衣服 买手机 鲁玉心里不平靠 自己辛辛苦苦地干活 不但要给家里钱 还要收她的敲诈 自己还在他们的面前 抬不起头来 她不甘心 她觉得这样活着没有意思 于是她决定报仇 才让小玉常常被强暴的味道 再把她卖个大价钱 看她还敢不敢地奚落自己 所以她便策划了这一切 这对不明白 竟然鲁玉目的达到了 为什么还要杀小玉 她装清高装纯洁 不就是被一个男人干了 有必要这么大喊大叫要报警吗 她自责 周队问她 是不是吴大海掐死了小玉 是 不过我也用力了 我恨她 我早就恨死她了 我想过了 反正我也活得不开心 不如大家一起与死亡破了 看着鲁玉那近乎疯狂的表现 警员们无不感慨 感觉她心里已经发生扭曲 但同时也觉得她很可怜 她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悲剧 可不论她可不可怜 这都不是她剥夺她人生命的理由 最终 鲁玉因为故意杀人罪 组织介绍卖淫淫罪 被判处死刑 胡大海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谢谢大家